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谈一条看似很小,但是比较有嚼头的新闻 新冠肺炎的崔少仁,已经在医疗战线上牺牲的李文亮同志 他的英荣小博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对他的缅怀之情还在持续之中 但是国内的某些商家仿佛是发现了一个大的商机 居然有人把李文亮这三个字作为一种商标名称 向国家的商标管理相关部门进行申请 仿佛给人一种吃人血馒头的感觉 这家长沙市福茶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在李文亮医生公布去世消息的当天 就申请了四个跟李文亮有关的商标 商标的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食品类和医疗领域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做出了回应 他们会驳回有关李文亮相关商标注册的申请 理由是这种做法容易造成重大的社会不良影响 当然从情感的角度 我肯定也不赞成把李文亮医生的名号 作为一种商业的炒作手段 比如说做成商标之类的 但是我今天主要是想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下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国家商标局 他驳回这个商标注册申请的这个理由是否合理 大家注意看 他给出的理由是 易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 我个人觉得呢 这条理由可能不是太站得住脚啊 我的理由很简单吧 真正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应该是人 而不是商标本身 如果企业啊 他用李文亮的商标啊 来做好人好事的话 他说不定还能够把李文亮的这个英明啊 给发言光大啊 是不是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就是 以人民作为商标名称啊 这个行为的本身 他并不违法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啊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 以人民作为商标的例子 用来贩卖各种各样的商品啊 是不是这道理 当然 我自己也不是太懂 法律相关的细节条款吧 我只想问一句 国家知识产权局 他裁定一个商标 他能不能够通过 审查 他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比如说啊 涉黄涉暴 嗯 或者说是 可能会侵犯别人的人权的 啊 这些东西 我相信 肯定是不能够通过审查的 但是如果是除了一些已经硬性规定的要求以外啊 就是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 他能不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 自己任意啊 想出一个理由就驳回别人的商标申请啊 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啊 第三啊 我觉得啊 如果说啊 这个商标的 和这个申请 并不违反现有的一些具体的规定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就大家知道 李文亮医生啊 他也属于是阴娘早逝吧 还留下了 妻儿老小啊 他们的生活可能 可以预见很困难 嗯 我想 能不能够灵活处理这件事情 比如说某个企业啊 他想申请啊 李文亮医生的商标的话 可不可以 尊重家属的意见啊 比如承诺啊 每年给予 李文亮的家属一定的 经济补偿之类的 作为就是 申请这个 商标的 一个条件 如果家属同意的话 啊 这未尝啊 不是一件好事 啊 是不是 啊 当然了 从感情上来讲啊 我是不希望啊 李文亮医生的名号 作为一种商业经济产品来到处宣扬的 啊 本人感觉 他不是太合乎 嗯 现在的这个习惯吧 但是他究竟有没有 违背法律的红线呢 这个可能是 嗯 需要长期商讨的问题 但是我想提这样一个建议 就是能不能够考虑一下 将李文亮医生的这个名号 作为某种啊 跟医疗领域相关的慈善事业基金的名称呢 啊 大家知道 现在有很多以人民啊 来作为慈善基金的商标吧 什么比尔盖茨基金啊 啊 啊 之类的 而且啊 我觉得李文亮这个名号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知名了 如果用他作为某种慈善基金啊 甚至是医疗研究基金的 呃 名称的话 嗯 其实 嗯 更有号召力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 嗯 继续 呃 永远铭记他的那种精神吧 啊